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即将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Stoneport特约赞助播出 暴风雨过后电网负担过重当局考虑实施各地轮流断电被电网减压 寒亚客机旧金山失事原因初步查明飞行员过分依赖自动驾驶系统导致惨剧发生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 多市前天经历了暴风雨的天气 导致洪水和数十万居民没有电力供应 经过电力公司的权力抢修 目前除了世西的过万名用户依然断电之外 其他地区电力已经恢复 但当局警告 由于电网目前十分脆弱 多市居民依然面临断电隐患 当局昨天呼吁民众节约用电 减轻电网压力之后 多市西端三万名用户昨天下午再次断电 并一直持续到午夜 第一电力公司今天表示 正在研究是否继续实施各地区轮流断电 以减少电网负担 多市周一下午两小时之内降下126毫米的豪雨 创造59年以来的记录 电力公司经过权力抢修 已经将受断电影响的居民人数 从30万降到大约1万 断电地区主要在多市西区 电力公司表示 无法确定何时可以全面恢复供电 公共交通方面 公车和购火车运营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经过工作人员昨天的努力 遭水禁的铁轨和设施已经大部分修复 公车局乐观估计 全部服务今天之内都可以恢复 再来看 一桃壁谷地区发生连环入室抢劫和性侵犯案 警方今天公布了监控录像头拍下的疑犯视频 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索 警方称 疑犯首次作案可以追溯到去年9月份 去年9月7号 疑犯在凌晨时分对三栋民宅实施报窃 并对两名年长女性实施性侵犯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 同一社区又发生入室抢劫案 歹徒除了抢劫财务外 还对一名女子实施性侵犯 警方形容 疑犯逃离作案现场时行动十分敏捷 并称 去年9月之后 疑犯没有再作案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再次犯案 疑犯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身高5尺8寸左右 身材瘦靴 皮肤偏暗 钻石遮面 身穿深色衣服 警方呼吁知情人士 踊跃提供线索 下国方面 魁省今天降半期为美甘提湖镇 列车脱轨爆炸事故当中的死伤者致哀 根据最新消息 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 60人失踪 魁省省长马华今天发表讲话 宣布对美甘提湖镇提供6000万家元的经济援助 灾民每人可以领取1000家元 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 住宅遭到严重损毁的民众 还将得到额外补助 美甘提湖镇至少30栋建筑被大火和爆炸摧毁 魁省将会提供津贴 帮助业主重新选址开业和支付员工薪水 而至于15名死者的身份确认工作还在继续 名单还没有公布 另外 事故原因还在继续调查当中 消防安全局调查小组昨天证实 列车在发生事故前曾经因为发生火警 而停在距美甘提湖镇不远的山坡地区 外界有传是因为列车驾驶员在停车后 没有对列车实施足够的制动导致车厢滑下山坡 当局还没有对此予以证实 只表示正在进一步调查 才能确认事故是意外 还是人为刑事疏忽 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员受到检方指控 警方称会将全部调查信息交给检察官 带检察官定夺 小镇的三分之一居民目前仍然不能返家 数十人无家可归 只能暂住在临时设立的避难所 好了 家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稍后见 分布遍及多伦多 温哥环 北京的明锐集团 汇集加美中多国财税 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明以研制 锐以上德 明锐集团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加拿大冰酒联合集团是加拿大冰酒出口中国的最大代理商 代理的主要产品为加拿大生产规模最大的冰酒制造商 钻石酒庄集团产品 所有产品通过BQA质量认证 只需要在加拿大订货 即可在中国任何城市拿到原品原装的冰酒 加拿大冰酒联合集团在大多伦多地区有四个订货点 详情请致电416-855-0752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财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西方食品需要高能耗来生产的食品 不良饮食习惯引发的健康问题 感觉一下每天上下楼梯的重量 以及数量惊人的食品浪费 东方30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好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亚航空空难调查有了新进展 焦点落在飞机上的自动游门系统 飞行员向调查人员表示 驾驶时是依靠自动游门系统 维持飞行的速度 但后来发现航机几乎失速 想修正时已经太迟 韩亚航空波音777客机 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时失事 最大疑问之一 是客机为什么会飞得太低和太慢 调查人员向飞行员问话后 公开了更多细节 飞行员称 出事前原本正在使用 自动游门系统控制航速 将航速设定为每小时137节 也就是大约253公里 但到事发前34秒 当时离地约500尺 也就是150米 教官机长发现飞得太低 当时航速只有134节 少了三节 航机继续下降 到事发前16秒 距离地面200尺 教官机长发现机身偏离中间 再跑到旁边 本来应该显示为 两红两白的四盏指示灯 全部都是红色 表示飞机大幅低于标准下滑速度 教官机长发觉自动游门系统失效 便尝试在最后关头做出修正 客机最后的速度跌到只有103节 也就是时速190公里 飞行员加大引擎推力 想放弃降落再度爬升 但起落架撞向跑道前的海滴 然后机尾也撞到海滴 并且断裂 当局正在调查 自动游门系统是否运作正常 还是有人在系统输入设定时出错 但强调飞行员绝对有责任在降落前 监察飞行速度 调查人员又指出 撞机一刻 除了两名中国学生 还有两名在机舱后方工作的空姐 被抛出机外 两人都生还受了重伤 至于其中一名遇难中国女学生 怀疑被消防车碾过致死 旧金山市警方继续调查 最初五辆赶到现场的消防车司机 都通过药物及酒精测试 空难部分中 死伤者家属及浙江省善后工作组 已经抵达旧金山处理善后工作 韩亚航空总裁殷勇斗 也到达旧金山 他会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与调查人员会面 以及探望商者 美国当局还对韩亚客机机长 在事发一日召开记者会 讲述疏散乘客的经过表示不满 并发信警告韩亚航空 不要再自行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 以免影响调查 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任命前财政部长 贝普拉维出任过渡政府总理 而反对派领袖巴拉迪获任命成为过渡政府副总统 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和总理贝普拉维商讨筹 贝普拉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曾经担任副总理 兼任财政部长曼苏尔还发表声明表示 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召开全国和解会议 呼吁各派停止流血冲突 有消息指过渡政府会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担任职务 平息纷争 曼苏尔还任命主要反对派领袖巴拉迪 为过渡政府副总统 负责外交事务 巴拉迪在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 担当重要角色 早前盛传他会出任总理 但由伊兹兰政党强烈反对被迫撤回 国防部长塞西也支持过渡政府的取态 警告不要破坏进程 而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的支持者仍然认为 曼苏尔无权提名新总理 以及筹组过渡政府 形容他们是盗贼 坚持穆尔西是唯一的合法民选总统 誓言会继续抗争 美国政府强调立场中立不变 表示支持埃及的民主进程 希望各党派尽早达成共识 解决政治和经济困局 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 仍然留在莫斯科的机场 曾经访问他的英国卫报记者表示 斯诺登倾向接受委内瑞拉提供的政治庇护 报道斯诺登泄密的英国卫报记者 格林沃尔德 透过网上聊天室联络到斯诺登 格林沃尔德表示 在三个愿意向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的 拉丁美洲国家当中 斯诺登倾向接受委内瑞拉 因为他认为 委内瑞拉最能够抗衡美国的压力 保障他的安全 又表示 相信斯诺登 在美国安全局所取得的文件 仍未落入其他政府手中 估计日后仍然会继续爆料 委内瑞拉外长哈瓦强调 委内瑞拉根据国际法提供人道主义庇护 不会受到其他国家压力影响 斯诺登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仍未平息 西班牙外长马加略向波利维亚总统摩拉莱斯 就上星期专机被延误返航引发的所有误解之欠 但波利维亚内政部长仍然不满意 韩国和朝鲜就重新开启开城工业园区达成协议之后 韩国派代表到达园区进行设备检测和维修 一批韩国企业代表到达朝鲜边境 前往开城工业园区视察厂房和检验设备 朝鲜也同意韩国可以运走滞留在园区的制成品和原材料 韩联社报道 此次到达园区的韩国代表总共有25人 当中包括8位政府人员和多名商界人士 双方之后会举行工作会谈 商讨如何防止园区关闭事件重演 双方是在上星期就园区恢复生产签署达成协议 好了 国际新闻过后